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剧199爱改名。 黄衣造型元气满满,变身俏皮美少女。 从市场回馈来看,但凡杨子主演的影视作品, 无论是话题度还是观众的评价都不错。 她也从观众心中同兴出道的小雪变成了如今颜值与演技俱佳的90后顶流女神, 从杨子过往选择剧本的眼光来看, 尽管刚官宣演员阵容之时网友发出诸多质疑, 但杨子总能凭借剧中角色的魅力圈粉无数。 如今杨子参演的新剧199爱也已经面临收尾, 大家对于这部作品的态度也从开始的不看好变成了被杨子在剧中的形象吸引。 其实在199爱开拍之前, 网传就传出了这部作品要改名为要99爱的消息, 没想到整部剧都快拍完了,剧方才正式改名。 不过趁着这波关宣改名的热度要99爱剧方也掉落了一波剧中演员的视频物料。 新剧照中杨子饰演的黄影子穿着一件元气满满的黄色卫衣, 搭配俏皮可爱的红色蝴蝶结, 简直就是从校园剧里走出的清纯笑花。 不管是笔心还是玩谐音, 哽的小动作给人感觉格外灵动, 完全就是活力四射版的童年。 作为90后小花,杨子已经跨过了30岁的门槛。 虽说只要外表允许,明星在剧中就可以永远演少女, 但到了新的人生阶段大家都在寻求转型之路。 之前杨子在剧中给观众的印象大都是齐刘海的乖乖女, 在偶像剧和古偶剧中的表现都游刃有余。 但从要久久爱开拍之后, 她似乎一直都想打破身上的固定化标签。 这部最开始不被人看好的剧本代表了她想要蜕变的决心, 将原本一成不变的齐刘海变成了鬼, 马气质的中分刘海, 红和黄两种饱和度极高的两种颜色, 在拍立得的滤镜下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美, 黄影子身上的少女感几乎要溢出屏幕。 《要久久爱》这部作品是一部青春励志剧, 主要讲述了几个青梅竹马的小伙伴互相陪伴成长, 在经历分离和重逢之后重视出新的故事。 其中男主蒋亦的饰演者范诚诚大家也并不陌生, 他虽然是爱豆出道但这几年也拍了几部剧, 而且和杨子同框拍戏还是蛮养眼的。 拍立得照中的蒋亦和黄影子 给人感觉同样青涩, 虽说17岁的他们都已经有了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但17岁喜欢的人, 却要在重剧之后宣之于口。 其实范诚诚演少年讲义的状态完全不让人担心, 但不知道成年之后的魅力能演绎出几分。 毕竟单从颜值来看, 范诚诚给人的感觉简直嫩到不行, 高中生角色对他而言就是本色出演。 其实在《要久久爱》中还有一位重量级细鼓车保罗客串, 在综艺无限超越班大家对于他的现状和过往经历关注多了起来。 他的长相极具漫画感, 很适合出演一些比较浮夸的配角。 车保罗晒出的《杀青照》中还有一张适合杨子的合作, 从视觉呈现状态来看, 此时的黄影子已经是身处职场的魅力女神, 简直太让人期待摆变杨子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了。 杨子新剧199爱改名。 黄衣造型元气满满, 变身俏皮美少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